大家好 今天12月1号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推特的CEO 多尔西 他离职了 然后继任者是一位印度裔的 应该是原来推特的技术总监 他叫阿瓦拉维尔 是一个印度的名字 那么其实推特这家公司 一直在除中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当中 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社交媒体软件 不管你是个人还是明星 还是什么商业机构 还是什么公司品牌 都会注册这个号 因为这个号是一个社交平台 大家用的非常的普遍 然后一般有Facebook账号 还有推特账号 现在还有ins账号等等 你看一些品牌或者商店 或者公司 他都有他和他的消费者 和他的这个雇员合作商 在上面互动 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交媒体 当然咱今天说的 不是主要推特的这件事 我是想说呢 就是印度裔的 因为这个CEO 是一个印度裔美国人 所以我就又想到 哎呦 这推特也上来一个CEO 也是个印度人 其实我想聊聊 关于印度裔美国人啊 在美国是 我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因为 尤其是这个华人啊 华人其实对印度人呢 印度裔美国人啊 就是咱就简单说 华人和印度人啊 华人和印度人 在美国呢 有相互看不上的那种心理默契啊 互相谁也不说啊 心照不宣 但是他知道你也看不上他 他呢 也知道他看不上你啊 挺有意思 当然这个呢 在第一代移民当中比较多 第二代就没这概念了啊 第二代因为 他他他他 他完全就是你ABC也好 或者你叫 印度人叫什么ABI啊 ABI也好 韩国人叫ABK啊 就是说你在美国长大的 你就你就没这 太太明显的这种概念啊 因为你接受从小 都是这这些教育 所以第一代啊 第一代因为你在母国啊 你自己的援助国受过教育啊 受过那些政治社会啊 信息新闻的那些有倾向性的 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 反正是对你的这种性格呀 你的价值观有很大影响 所以其实第一代华人和第一代的印度人呢 在其实来美国之前 已经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 来自社会 来自地缘政治啊 国际这个军事啊 包括边境冲突等等 其实呢 各自没啥好感 在美国呢 又慢慢的接下来这种互相瞧不起的种子啊 但是生活的特征呢 还特别类似啊 特别类似 我想一直觉得印度人真的是挺厉害的 我是觉得挺厉害的 所以想聊一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印度人呢 在美国来说呢 先说一个前提啊 就是说不要用那种特别狭隘的这个特别狭隘的民族和地狱观啊 来来来来说这件事啊 因为毕竟在美国呢是个移民国家 你非得说奥巴马是个非洲非洲裔啊 是外贸特征的非洲裔 但是你说他还有什么非洲裔吗 这种习惯和血统和思维方式完全没有了啊 因为他是个移民国家 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外贸特征他改不了啊 所以呢 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的角度呢 不要用这种狭隘的民族和地狱观啊 去说印度人怎么样 华人怎么样 我只是说一种啊 我看到的现象 所以我这个先强调一下 我这个记录这件事的一个前提啊 另外呢 我查了一些跟印度裔美国人有关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啊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所以呢 就聊一聊这个事儿 那么比如说啊 在美国的人口普查的一些数据当中 亚裔人口有六大人人这个群体是占了整个亚裔的85% 就是大量的 比如说最多的是华裔啊 华裔印度裔菲律宾啊 越南韩国日本啊 这六大群体的移民占了整个亚裔的85% 那么华人好像是580万 现在好像是啊 然后印度裔我查了一下 印度裔是450万 现在在美国的印度裔美国人啊 450万 这是人口 那么地区上来说 呃地区啊 在美国的 比较集中的20个都会区啊 这20个都会区呢 是亚裔人口占了一个比重比较大的一个地区 那么印度印度裔美国人在这20个的排名当中 他们又占了8个 然后华裔占了7个 菲律宾占了4个 然后还有这个 菲律宾后面的越南亿啊 占了占了几个啊 那么印度人最喜欢住的美国城市呢 是这么几个 凤凰城 底特律 亚特兰大啊 费城 芝加哥 达拉斯 休斯顿 华盛顿啊 这个凤凰城 我不太没太 没太言 底特律 有一些产业工人 有一些技术人员在那 亚特兰大呢 是这个 有商业 呃 也有这个互联网行业 然后费城呢 有化工啊 有医学 芝加哥呢 有金融业啊 有这个互联网 达拉斯 休斯顿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华盛顿啊 达拉斯 休斯顿 华盛顿比较明显的是 做这互联网的印度人多 就像在我这个附近 有一个比如说 有个沈梯里啊 那社区 基本上全都是印度人啊 就是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周围 那一带呢 是华盛顿地区比较大的 互联网的科技园 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这些互互联网公司呢 又以印度人居多 印度人在美国的这个 互联网行业当中 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有很多朋友啊 比如说这个搞电脑的 或者是马农啊 经常他们也说 哎呀 得跟阿三搞好关系 开玩笑说 得跟阿三搞好关系 为什么呢 他们是我的老大 或者是我的主管 所以印度人在这些公司当中 占的这个比例非常高啊 这是他们喜欢的地区啊 再有一个家庭收入啊 在美国的这个家庭收入当中啊 美国平均的家庭收入中位数 是5.36万 那么亚裔当中收入最高的是印度裔 年收入10万美元 那么华裔是7万左右 所以华裔比这个印度裔少3万啊 全美的平均标准大概是5.36万啊 就中位数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学历啊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在全美国的这个大学以上的这个学历啊 全美国的平均水平是32.5% 32.5% 那么在这里面亚裔的比例在51%啊 就整体的亚裔比美国平均水平高 那么在亚裔里面又细分的最高的就是印度裔 印度裔的大学水平的学历达到72% 华裔是53% 所以印度裔基本上比华裔高20% 所以就是说从学历啊 受教育程度来看 印度裔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宗教啊 这都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 宗教那么美国的印度教和佛教 是在美国排名第四的啊 仅次于比如这个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啊 之后是印度教和佛教 所以在宗教领域 他们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另外呢 举一些例子啊 举一些例子 我查到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杜克大学啊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 做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 从95年到2005年 印度裔的这个美国人 印度移民创办的 在美国创办的这些工程类的 和技术类的公司 比来自英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总和加起来 还多 也就是说印度裔啊 一个国家的这些技术移民和印度裔的这些孩子们啊 移民到美国来 或者到美国来上学 已经创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工程和技术类的公司 由印度移民创创立的硅谷的初创公司 从1999年的7%啊 亦增加到2006年的15.5% 也就是说硅谷的这些科技类的初创公司 有印度人来创办的将近占了五分之一啊 而且印度裔的美国人 在很多的大公司啊 占有主导和高层的位置 比如说IBM啊 万事达谷歌 Facebook 微软思科 甲骨文啊 软银啊 等等苹果这些 另外呢 像在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当中 这些印度人当CEO的有7家 这7家公司的这个科技公司的产值 达到5300亿美元 是就是这年度啊 全年度5300亿美元 是美国这个世界上40个国家以外的 那40排名40名之后 所有国家的GDP的总和 是这么7家公司创造的 这7家公司就是印度人控制的 印度裔美国人啊 包括刚才我说的什么甲骨文啦 什么现在的推特啦 谷歌啦 这个苹果啦 微转啦 等等啊 也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嗯 这是一个啊 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技术啊 互联网科技啊 还有这个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呢也也有很大的比例啊 另外有一个数据 我看到的就是医生啊 这个是我自己都有体会的啊 就是在美国啊 医生的比例当中 印度裔美国人的医生 是仅次于白人医生的比例啊 当然美国你说白人人口占是大多数啊 你看那个纯老外啊 是白人医生 那么除了白人他第二个比例的医生是谁呢 就是印度裔啊印度裔美国人去当医生的比例非常高 在美国的这比例呢达到7%啊 7% 现在可能还得高啊 因为从我啊 比如说我和我给我女儿 包括我自己啊 我太太我们选那个家庭医生买的买保险 保险公司会给你一个你的医院的这个可选的家庭医生的这个网站啊 你去上面去看 我就看那个印度面孔和印度名字的非常多 我今年的家庭医生就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啊 就是印度裔的一个医生 我女儿的去年的不是 我女儿的前年的幼儿园的老师就是一个印度裔美国人 所以呢 印度裔美国人在美国真的是挺多的啊 而且他们还都是从事行业非常多啊 基本上高科技的这个占大多数 当然也有那种普通的服务业的 你比如说美国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你会发现一个特征啊一个特点 就是美国的小村小镇啊 小乡村小村镇 有很多的加油站啊便利店啊 主要是这个有加油站的便利店啊 你比如说你在这加油啊 然后你到进去买盒烟啊 或者我进去买瓶汽水 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售货员卖东西的是个印度人 这个就特别怪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的小村小镇啊 近郊远郊开那些小旅店的 很多全都是印度人 印度人在这个酒店啊 旅游业里面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美国的很多的各大 因为我做旅游的啊 各大酒店的那些什么主管啊 CEO好多都是印度人啊 嗯 现在整个的小酒店有很多啊 乡村小酒店全都是印度人 或者是他们的群体在垄断的 加油站也是 所以印度这个群体是非常厉害的 甚至于我觉得说啊 印度裔这个群体是和在美国来说呢 和犹太人这个群体是一样的 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群体 只是他不险山不漏水 不那么这个好像大家没太没太注意啊 但是你会发现身身边啊 方方面面全都是印度印印印度裔 美国人的这个面孔都有啊 当然现在大家就知道最多的 这从政界来说 那就副总统卡玛拉哈利斯啊 那个副总统 他的妈妈是个印度人啊 他的爸爸是中南美洲好像是海地的 也是学医的一个博士啊 他的妈妈是到美国来念医学博士 和他爸爸认识结婚啊 生下了他和他妹妹 卡玛拉哈利斯啊 他的就是他有一半的血统是这个印度啊 前年去年的时候他当选的时候啊 印度还有新闻啊 印度他所在的那个帮啊 就类似于那个省吧 就那个帮咱也不知道叫帮主啊 还是叫什么就那个就那个老大啊 还到新闻上这个说啊 这是我们全帮的骄傲啊 这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这是我们的骄傲啊 就是因为他有一半血统是这个这个什么啊 是是这个印度的啊 所以呢 在这个政界啊 另外包括美国的各个行业啊 各个行业全都有印度人啊 比较领先的这些角色 你如果去查的话 比如说政府啊 联邦政府啊 议员啊 律师啊 法律界呀 包括军界啊 一些军队的 包括美国的最早的宇航员啊 都有印度裔的 有一个女的 是很早就是美国的宇航员 也非常有名 等等啊 就在各行各也各个领域啊 都有印度人的这个身影 那么 包括啊 我查到的一些信息啊 其实这么多的 印度人啊 他们在美国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团结啊 印度人是比较团结的 印度人在美国各个大的公司啊 都有这种 大家认为的啊 潜在的这种印度帮啊 他们是一伙的 尤其是从第一代比较明显 第二代也有啊 就是我 我选你 我当老大了 我CEO了 我选你当CFO吧 我让你当我的这个财务总监吧 销售总监吧 等等啊 他们比较团结 第二个呢 这些印度裔的美国人比较聪明啊 非常聪明啊 就是在美国上学的这些都非常聪明 还有呢 非常能吃苦啊 能吃苦 这个是我听我那个从国内来那些留学生的孩子们啊 我接触过很多 留学生孩子们说 哎呀 印度这留学生太能吃苦了 我原来不知道 后来听他们说 是吧 这这么 我知道他们生物 就是印度来的孩子的条件远远不如从中国来的这些留学生 我听说的那个是有一个小一个公寓啊 比如说100平方的公寓 印度的留学生啊 那些孩子就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啊 亲戚朋友借钱呢 在申请奖学生在美国上学的能十几个孩子挤在一个100平方的公寓里面 100平方你十几个人的那那那房间里都是什么味道啊 这这这都不是我说的 这话是我我们认识那留学生的小孩说的 哎呀 叔叔你不知道那非常味道很重的 说明 实际上说明人家比较能吃苦啊 比较能够能够能够熬得住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印度人的呃 在美国的这个这个生活的这个或者说他们所在的状态呢 总体来说比华人要高啊 高很多啊 可以说要高很多 当然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 不要用狭隘的民族地狱观啊 去说这个社会啊 只是这是一个我看到的现象 确实印度裔美国人比华裔美国人啊 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要高很多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啊 虽然很多大家这个华人朋友不喜欢 或者说瞧不上怎么哎呀这帮阿森啊怎么怎么样哎呀这帮这 但是大家知道那确实啊 确实做的不错 另外一个 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印度裔的这个美国人啊 他对印度本国有很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取决于呢 呃 他们的一个从小啊 比如说穷苦的这个印度冬村啊 读书念书 比如说他在当地是考上状元了 然后又考上什么学校了 考上什么大学了 又有机会到美国来深造了 成为这个全球领先的人才了 他再回来啊 反哺啊 他小时候的那个小村子啊 小小小县城啊 那个学校啊 或者说他能够 起码来说呢 就在印度来说 他们的这个 信息啊 或者他们的价值观 是比较能够 呃能够能够 能够 无缝对接的啊 这取决于呢 印度的信息交流的 就是没有防火墙啊 说通俗了就是没有信息障碍啊 就是没有政府管控的这个信息障碍 所以呢 在很多啊 就是在美国的一些活动啊 就是我查到一查这个 跟印度裔美国人有关的一些事啊 和新闻 我发现有很多的社在美国的社会活动 比如说什么乡村的电力啊 什么乡村的卫生啊 然后什么医疗的这个保障啊 跟民生有关的很多事物 在美国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裔美国人 都在帮印度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我看到很多 比如说 有很多在美国的印度的富商啊 他们去解决印度人的用水问题 解决什么消毒的问题 解决什么孩子的各种疾病的问题 所以呢 他的政府 如果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的 这个这套体系啊 跟美国比较接近的话 他就不会更多的排斥啊 就是来自美国的这些新鲜的这个信息啊 一些新的动向啊 或者一些理念呢 或者一些思维方式啊 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在思维上 能够快速的交流和融合 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些印度人 能够迅速的把印度这个国家 也会带动的比较快 这个是取决于啊 嗯 一个社会的一个因素啊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正的因素啊 就是说因为尤其从这个疫情以来 在海外的华人和国内的亲朋好友 我身周围我身边都出现很多啊 就是说你举个例子 极端例子就是拉黑啊 微信把你拉黑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咱们俩说的和对这个世界的判断 由于信息渠道的不同 咱们理解都不一样 所以呢我也不想跟你说了 你也不用再跟我交流 你也不要想反驳我 你也用不着你跟我说这些啊 或者说你也不用来来喷我来骂美国 我也不会去骂中国啊 咱们相安无事啊 老死不相往来 咱们各个各的就完了 这个其实是从疫情以后 出现好多华人朋友发现身边的这种情况 但是你看印度啊 但是印度其实印度是因为他这种他这种这个和美国的类相近的国家制度 那么他在如果有这批人才啊 在海外的精英啊和国内的印度国内的这些精英能够互动啊 能够自由的往来 信息渠道能够非常紧密的无缝对接啊 没有信息的障碍和割合 那么其实印度的未来会非常可 非常可观的可期待的啊 非常厉害的啊 包括我看到很多的NGO的项目啊 跟印度都是有关 都是印度这些出来的这批精英啊 他能够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 推动他的母国的这个原来原住国的这些发展和进步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今天啊 可能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啊 聊了半天啊 就是看到这个推克的总裁呢 又上来个印度的这个CEO啊 就是想到这些啊 想聊的一些话题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也希望朋友们能给我点赞啊 只要因为这个油管上面YouTube 你能给我点赞的话呢 就会观看观看量会会会多啊 也会鼓励我更多的做一些功课啊 分享一些信息 好吧今天说到这儿拜拜